好来看到中秋节的前夕 松城号企业最送来222盒的知名月饼 慰绕清洁队的辛劳 那么总经理廖美燕表示 感谢清洁队员常年辛劳 每年三大重要的节庆 松城号都会致赠应景的礼品 每逢佳节 松城号企业公司就会准备应景食品 赠送给清洁队 慰绕队员们常年的辛劳 每年都是要来 因为清洁队真的他们都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 每一年三个节都会送 中秋节前夕松城号再送来 220盒知名的月饼 市长威嘉燕亲自颁发感谢状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我想今天是松城号 带了我们中秋的月饼 近200多盒的月饼 来到花莲市的清洁队 那我想每一年松城号都会准备非常多的礼盒 给我们所有佳节的给我们队员 那真的要特别谢谢松城号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我们松城号的事 每一年后在很多的节庆里面 也做我们的弱势关怀 那不管是发粽子或是发中秋的一个月饼 甚至发米 那平日的每个月的发米 那真的非常感谢那么有爱心的一个企业 也希望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能够关怀我们的弱势 那再次的感谢我们松城号 廖美燕董事长 市长感谢企业社团的支持和关怀 让清洁队伙伴们能够有更充足的能量 继续做好环境清洁 维护势容美观的任务 接着会欢迎时报道